以前艺术院团经常互相排演其他院团的舞蹈作品 也很少有人提及知识产权的问题 最近舞蹈界打破了这一传统 两部舞蹈作品顶碗舞 苏油飘香被买下了表演权 近日中央歌剧舞剧院以每个节目三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买下舞蹈作品顶碗舞 苏油飘香的表演权 这在舞蹈界还是头一回 这两个舞蹈分别由内蒙古军区文工团和西藏军区文工团创作演出 并获得全国舞蹈比赛集体舞金奖 尽管我们剧院比较困难 但是再困难也要去买 因为听这个词好像觉得很新鲜 怎么还要买呢 过去好像舞蹈在这方面不太受重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去重视这种文化 知识产权的这种保护 我觉得不管钱多少 对我们的创作者 对我们的表演者是一个尊重 过去舞蹈作品经过创作排练搬上舞台后 其他的艺术院团就可以自行排练演出 很少有人去考虑他的知识产权问题 每年全国有数百个舞蹈问世 有的作品创作出来之后 却被其他的艺术院团排练成自己的保留节目 你要演 那么我们愿意交 以前呢 像你看我们团保留的起一个 那就是全国我想都会大大小小的可能都会 那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这个版权 那么现在如果这个苏油飘香要学的话 那就存在一个版权的问题 有关人士指出 艺术院团之间相互购买演出表演权 说明人们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意识正在加强 这无疑是对艺术作品的尊重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江苏省消防部门积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消防工作 他们请来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的社会各界群众 及时为消防工作堵漏洞限量研有效的防范了火灾火情的发生 各位观众 我身后的就是江苏里口国际家具城 一年前当地的人大代表在考察时发现 这里呢消防设施不健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他们立即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整改意见 苏州的消防部门每年都要请当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定期检查消防工作 在检查这个家具城时 一些人大代表发现各别部门以经济利益为由迟迟不按要求安置消防设施 于是积极与各部门取得联系督促消防整改工作更快地进行 由于发现及时整改及时 半年后 离口国际家具城因其合格的消防条件良好的经营环境 成为华东最大的家具市场 消防工作呢它在自己工作中啊一定的困难 于是问题不能解决呢 通过我们人大代表啊 政协委员啊 对政府啊 以及与各部门啊 加强多出利益啊 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更好的解决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 不仅促进了当地政府对消防工作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消防队伍自身的建设 与此同时 江苏消防部门还组建了570多只义务消防队 普及群众的消防知识 提高自身的灭火救援能力 由于全社会共同关心消防 参与消防 江苏今年火灾发生率比去年同期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为了让消费者有一个满意的购物环境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山东危海日前全面整顿市场经济秩序 争创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节 东北村小区是危海最繁华的商业区 共有大小工商企业200多家 过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 在这里时有发生 为时假货无藏身之地 工商部门坚持打房并举 对日用消费品 医药 饮料 通讯等市场 进行了综合整治 日前东北村小区已获得国家工商总局开展的 打假维权消费者满意街区荣誉称号 这是中央台和危海台报道的 下面来看两条简讯 记者日前从治理深圳河办公室了解到 深圳将在近期拆除签建 纪念香港回归中国大型雕塑 这个大型雕塑是1997年 为纪念香港回归兴建的 由于深圳市要在近期开工治理深圳河 并彻底改造罗湖铁路桥 受此影响 耸立在罗湖桥头的 纪念香港回归中国大型雕塑 将拆除签建 近日福建莆田寒江白糖镇一村民 意外地捕到一只像鳖一样的水生野生动物猿 据现场鉴定测量 这只猿为雄性 背甲长89公分 宽58公分 重63斤 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野生园 鉴于园目前只能靠自然孵化 尔多斯 伊利 草原星发等一批全国知名品牌 优势产品带动优势企业 大大提高了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今年1至10月份 全区120多个名牌产品及企业销售收入 占内蒙古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23% 上脚历史 不论是从外观射击 还是机械性能上 都凝结着航天专家们的心血 现在这架直升飞机的性能 已经达到了飞行标准 它正在等待着镇齿高飞的时刻 不远处的这架飞机似乎有些与众不同 它正在吸引着工作人员的目光 走近一看 机舱内没有驾驶员的操纵杆和座椅 取而代之的是这些硬邦邦的机器 没有驾驶员的操作 飞机怎么能飞上天空呢 专家们告诉我们 这种飞机叫做无人驾驶直升机 我们看到的这架飞机 是在有人驾驶直升飞机的 成熟技术基础上改装的 它的研制成功填补了 我国无人驾驶直升机领域的空白 把飞行员换成机器 来控制飞机的飞行系统 有工作人员在地面控制飞机的 空中的飞行姿态 不但大大的减小了飞行员 在高空工作的危险系数 而且可以承担野外远程的危险工作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工作人员怎样通过地面控制系统 来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 据工作人员介绍 除鹰无人驾驶飞机的体重 还不到350公斤 但最大的飞行速度 却能够达到每小时150公里 俗话说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架无人驾驶的直升飞机也不例外 虽然没有人驾驶 可是飞机的机械部分 却一个也没有少 与有人驾驶直升飞机相比较 唯一不同的就是把驾驶员的操作系统 从驾驶舱转移到了地面 通过无线电测控定位系统 向飞机发出指令 再由机械控制传动装置 执行地面指令 完成飞行动作 这样的操作模式 可以让飞机在空中 做出任何高难度动作 这种由地面控制的飞机 工作范围可以达到50公里 这种无人驾驶的直升飞机 最大的优点 就是把专业的飞行员 从驾驶舱内解放出来 从驾驶舱内转移出来的 地面控制系统操作起来 更加简单舒适 无人驾驶直升飞机 在电力设施巡查 远洋渔群监护 地貌矿传勘测 森林资源保护 环境污染监测等很多方面 都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 由这种飞机执行任务 可以大大的减小 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目前无人驾驶直升飞机 在国外已经被广泛地运用 我们期待着 我国自行研制的 除以无人驾驶直升飞机 振翅飞翔在祖国的蓝天 为各行各业 发挥着重要作用 记者注意到 当地的县公安局也在这条街上 而商家们就在执法部门的眼皮底下 公然贩卖野生动物制品 其中既有雪豹 金钱豹 白纯鹿 藏羚羊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也有炎羊 藏羽林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以及其他野生动物 主要以皮章 脚和砍尖等形式出售 在对松攀建的川主寺镇和黄龙寺风景区 以及九寨沟县的暗访中 记者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据了解 因为年底是九寨沟和黄龙的旅游淡季 不少野生动物制品经营户都暂时关门歇业 到了每年的旅游旺季 情况则更为严重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BNV野生动植物种国际公约组织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 目前野生动物已经成为世界上 仅次于毒品和武器的第三大走私对象 据统计 去年全球野生动物的非法贸易总金额高达50亿美元 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野生动物活体的贩卖 以及野生动物皮毛药材和其他制品 野生动物的皮毛骨架 主要被用作非法加工程装饰品高级工艺品 这方面带来的非法收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据了解 被列入世界宾威野生动植物种附录的野生动物 已经由1975年的不到500种增加到了4847种 也就是说 25年的时间内 在野生动物贸易高额利润的刺激下 已经有4500多种野生动物被推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我国是宾威野生动植物种国际公约组织154个缔约国之一 近年来随着走私倒卖野生动物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 我国政府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违法犯罪方面的力度也在逐年加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去年年底通过的 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热钢问题的解释 走私一张虎皮 一张豹皮就属于重大特大案件 完全可以判处武器徒刑生殖死刑 所以我就说中国政府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世界上应该说是相当高的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近日时期一批非法运营的假出租车 混迹于北京城的车流当中 影响了出租行业的正常运营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逃脱公安部门的火眼金睛 这两辆出租车乍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细心的人会发现 他们俩的牌照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其中这个冒牌货就是北京公交分局民警察货的 被克隆出来的假出租 近年来一些见利妄议的人把手伸向了出租汽车行业 他们把原来禁止运营的黑车改头换面 大摇大摆的上路行驶继续非法运营 这些人不用交车份拉一个转一个 而被克隆的正规出租车则要为他背上黑锅 司机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投诉拒载 或是被通知违章 由于这些克隆车大部分是报废车改装 根本不能上路 乘客也就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一旦出现危险 后果不堪设想 财务遗失在车上更是时辰大海 据民警介绍 其实识别这种克隆出租的方法很多 这种车一般没有机器打印的发票 即使打出来的也是乱码 假牌照也是颜色深浅不一 灯光照射下不反荧光 而且这样的克隆出租车 一般是不敢往市区里跑的 夜间去远郊区县 也不去治安登记 今年以来 北京市公安公交分局 会同交通局执法部门 向克隆出租汽车重拳出击 查出克隆出租车35辆 查获从事克隆出租车 违法活动人员41名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都没关系 感谢观看